来之前想象的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然后拔地而起的那种禁闭辉煌的高楼 然后动物都沉群结队的 然后横窗而过 就特别壮观 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野生动物然后在大自然里面接触 这种机会非常少 很难得 我觉得阿布扎比给我更多的 一个感受是有一种冒险的精神在里面 其实像一双眼睛 然后带我们去发现 其实平时大家在生活里面 发现不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和一些神秘的冒险的色彩 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其实就像一个冒险旅程一样 我觉得我本人在生活里面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在里面 我喜欢冒险 喜欢那种未知的一个探索的一个状态 很多事情都有了结果 你都能看到它的结果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中间的新鲜劲跟未知感就会减弱 不知道结果 然后每一条路你都可以走 走出来的路的通往的目的地都不一样 其实这样会更让我觉得很兴奋 我觉得我认定了的事情 我就想去做 哪怕是为了人跟我说这个事情 其实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做 我就会去做 生活的意义就是在于 让自己处于很兴奋的状态 那我也有点多 我相信 我相信 这都我觉得我会去做 一个竹子 电影 探索